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打疫苗是为了防止发生一些重大的传染性疾病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疫苗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这些传染性疾病的侵袭吗 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疫苗之所以能够保护我们是和一种叫做免疫记忆的现象有关的 什么是免疫记忆呢 免疫记忆是指在获得性免疫答以后 我们免疫系统所获得的一种记忆力 当免疫系统再次遇到相同抗原的刺激的时候 它能够非常迅速地活化增值并且发挥免疫学的效应 这种现象就叫做免疫记忆 免疫的记忆是基于记忆性的淋巴细胞 那么记忆性的淋巴细胞是怎么产生的呢 如果你对我们前面的课程还有印象的话 你一定记得在获得性免疫答的过程当中 T细胞和B细胞经过抗原的刺激会发生增值 免疫学效应 当免疫答结束以后 会有极少数的淋巴细胞 长期的存活成为记忆性的淋巴细胞 这些记忆的淋巴细胞就像我们的活种一样 当抗原再次出现的时候 它就能够迅速地针对抗原 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力量 当记忆性的淋巴细胞被唤醒以后 记忆性的B细胞仍然能够产生大量的抗体 抗体通过跟病原体直接的结合 能够阻止它的感染 抗体跟病原体结合以后 它还能够增强像巨石细胞这样的 敏细胞的活性 促使它们参与到对病原体的清除当中 而记忆性的T细胞活化以后 会重新变成具有杀伤能力的T细胞细胞 能够对靶细胞进行杀伤 所以记忆性淋巴细胞是我们的免疫剂的基础 它也是疫苗工作的基础 那么到底什么是疫苗呢 其实啊 疫苗就是病原体的高度的模拟物 也就是说 在免疫原性方面 它和病原体非常的相似 这种相似也就意味着 由疫苗所诱导出来的抗体 同样也能够跟病原体结合 那么由疫苗所诱导出来的 毒性T细胞细胞 同样也能够识别真正的病原体 并且杀死被病原体所感染的靶细胞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人们制备了疫苗 那么疫苗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有这样几种 第一叫做死疫苗 死疫苗是通过用理化的方法来灭活病原微生物 这样得到的产物就叫做死疫苗 所以它实际上是死的病原微生物 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见的死疫苗有流感疫苗 狂犬病疫苗 还有伤寒疫苗 另外一种我们常常会接触到的 叫做灭活疫苗 或者减毒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顾名思义 它是活的细菌或者病毒 那么减毒活疫苗是怎么来的呢 减毒活疫苗是人们在体外培养这些病原微生物的时候 经过长期的培养 它可以预防脂肪灰质炎病毒所引起的小儿麻痹症 第三类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疫苗叫做 类毒素 类毒素是针对一些细菌的外毒素所产生的 有的细菌它的致病机理呀 并不是因为细菌的本身所造成的 而是因为细菌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做外毒素蛋白的物质 比如说破伤风 破伤风感染的时候 破伤风菌只是在局部生长和繁殖 但是它所分泌的外毒素蛋白却可以进入我们的系统中 侵袭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破伤风病 那么针对这些外毒素致病的疾病 我们用甲醛来处理这些细菌所产生的外毒素蛋白 使得这些蛋白发生变性 从而丧失它的毒性 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丧失它诱导米应达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物质就叫做类毒素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了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